在我们这个种植过程当中啊 有时候少不留意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大家看一下啊 这种瓜叶子啊 边缘烧焦 这种情况 那么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常见的就是比较多的一种情况呢 是因为这个种植后啊 有时候用的一些没有付属的一些动物分辨 做有机肥食用以后 产生的氨气 氨气 摸上熏以后呢 就把这瓜叶子啊 会出现烧焦这种情况 但是有时候这个 是看情况 另外一种 就是打药 这是前两天 我们一个种植后给我发信息 让我看了一种情况 很明显就是打药造成的一个 药量过重 而产生的烧叶子 原因呢 也不是说他配药的时候 这个弄度过高 而是说自己在选择的烹雾器 出现了问题 这个是我们很常见的 包括有时候我们带的血缘 这个血缘让血缘自己实际操作的时候 有时候呢 他们在这块呢 往往也是会出现一个误区啊 这个很多的会误区 就是现在这个喷雾器啊 你买喷雾器的时候 它会给你配了几个喷头 有的两喷头的 三喷头的 有的是单喷头的 但是单喷头当中呢 又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单一点的 有的是那种螺旋一点的 一点 实际上你看的是一个单喷头 但是呢 它的误发面积非常大 误发量是非常大的 这个时候 有时候可能告诉大家 一定在描述的时候 拨战药 这时候呢 尽可能用这个单喷头 那么它选择的时候 就是那种 几个一点的那种单喷头 打上去以后 前面过去了 后边整个叶片 那这个药液啊 是往下滴 像这种情况呢 就很容易出现要害 如果这个苗啊 是在中期中复期 问题还不是很大 它的耐药性呢 现在说还比较高一些 特别这苗刚定植啊 在苗期的时候 你采用这么大的一个药量 很容易就出现的要害了 所以说呢 有时候我们在喷雾 选择喷雾器的时候 这一点至关重要 虽然是看着一个小问题 但是呢 有时候可能会给你带来大麻烦